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生命的转换 我自己的发现 世界一下就不一样了 最大的一个最大一个physical的一个difference 就是脑中的杂音没有了 就不是说没有念了 念还是有的 而且我看自己的念看得比较清晰 就念就很清晰 就那个念就来回走的那个杂音就没有了 我就就好像一下子就就那个 就就如是如是负重 好像就一下人 我说这个所有英文叫enlightment 当然现在自己不到那个 是不是就人一下light了 就感觉到一下就轻松了 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后来我就想是什么掉下去了 是这个幻象世界掉下去 其实我原来有误到 我原来在头脑的层面 我又误到这个世界 但是没有从生命体验到 这个是我自己从生命真正的体验到的 这个一体验到之后 剩下那些看我老师讲的东西 我就都明白了 一下就从生命上面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 我说这个机缘也是 一下在听这个Kevin在分享那个 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我就一下就全明白 我说我以前看这本书 我是半明白 半不明白 我现在就从骨子里就明白了 所以那会跟亚双联系 也是说我说我可以重新我也来分享 分享这本书 就从自己的一个认知 我说Kevin分享的非常棒 我自己的链接特别深 我说是不是Kevin他自己也体验了这个 因为他能分享到那么好 说明他自己有这个体验 分享的 对后来亚双说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分享这个经历 我们为什么说是颠倒梦想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掩耳鼻舌生意 构成的这个物质世界当成了真相 其实凡是这个不断的移动的 它都不是真相 举个例子 我现在跟你们在在做这个交流 是吧 我在跟你们交流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它已经变成一个梦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的当下此刻 你上一个片刻 它已经是一个梦了 它已经不是真的了 就是说你头脑创建在这个世界 只有你的头脑回过去去回忆的时候 你才创造出来一个幻象的一个真实 其实它已经不是真实的 但什么是真相呢 什么是你的真本性呢 是你一直都有的 就是那个如如不动 不生不减 不敬 不够不敬 不生不灭 你的那个 我们说决性也好 空性也好 我们说神性也好 它是那个 它是那个真相 因为它始终都在 而且它是全息的 全存在着 它是全息的存在着 当你这个第三层的这个帷幕 这个刘凤老长得很清晰 他就是说我们二维的 二维的仗 一打开 我们三维的世界出现了 当你把三维的世界拿开以后 你的四维的时间才出现 我现在就真正的理解了 真正的理解了 这个四维的世界 就是说我们 所有的痛苦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纠结 所有的这些 人间的这些 所谓的problem 原来都是一个幻象 当你进入真相的时候 没有 就是当你与神合一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真实的 每时每刻的跟你在一起 明白吗 为什么说 这个时候 这个横向的世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横向的世界 它就消失了 它只剩下了一个纵向的世界 所以就是 我们生命的意义 就不断在于 不断地提高你内在的维度了 当你问 你的维度越大 就是当然说 我们说最大的 最大的维度是那个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 怎么形容呢 当它一掉下去 首先你会看到了本子剧组 你会看到 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匮乏了 所有的匮乏追逐 都是我们头脑创造的 从头脑创造了A点 头脑创造了B点 头脑创造了从A点走到B点 要需要你的一个 努力 是吧 这个努力 你有的是 随心走 有的人随不了心 我要随脑走 随身体走 不管怎么样 你要随着它走 就是因为 你的头脑给你创造了一个B点 当你真正的觉醒的时候 没有A点和B点 只有零点 我原来的时候 我试图让自己当下 因为我们看了 艾卡托利老师的 《活在当下》的书 我们看了很多 我们知道修行就是修当下 因为生命只有当下 很多人 修行的家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 是吧 原来的时候 我是要努力的当下 现在就 它很自然的 它就当下了 而且当你的念 当你的杂念没有的时候 你觉 它就 它 你就是个觉 你就是卷身 因为没有念的世界 它只有卷 我不知道 我给大家这样讲 因为我只是跟大家 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个 我自己的生命体验 你一下子内在的那种爱 我就是说 我这个心的打开 从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感到 你这是一个physical heart 你感到 你是 你是一个物质的心 再到之后呢 就像我在 Wipassana时候 我有打开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情绪 这个心 当你的情绪的 这个心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疼痛啊 你的内在的感知 因为很多人 这个心 心轮没打开的时候 它对很多时候 都是很麻木的 很多人生活在 比如是下三轮 心轮没打开 它就 当你的心轮打开的时候 你就很多 就敏感 就是情感呀 什么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也可能 feel很多 pain 是吧 就很多这个pain body 你的但是当你真正的觉悟 觉醒的时候 是你的那个spiritual heart 你的灵魂的那颗心 它打开了 这个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 你会体验到那一份爱 体验到那份神性之爱 真的我不能说 我是彻悟了 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还是喜欢看书 我还是喜欢那个看书 我知道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都走 我现在每看一本书 我再扔一本书 每看一本书 扔一本书 因为我知道这些知识 它本身也是过去的东西 其实当你真正的 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放下的时候 宇宙的智慧 它自然会跟你敞开 而且这种智慧 它是源源不断的 它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 我知道的刘峰老师 他每次会讲 他讲的两句话 我就现在特别深有体会 就是讲的人是最大的收益者 因为你每讲一次 就是这些东西 就通过你作为一个 就那个什么了 另外他讲到这个所知障 对 其实我们真的是本自具足的 就是说你内在的那个智慧 你本自具足的 为什么说是本自具足 就是你知道了你是谁 就是说你真正的去看 当你去冥想的时候 当你下次做这个 这个我们的冥想会 你下次做的冥想的时候 除了看光球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 我觉得上江州老师的东西 就特别好 我在 我也在练这个光球 但你还可以再往内看 再往内看 生命 我就是说 生命怎么就觉醒了呢 就是说你对所有的desire 都没有大过 你对自己的desire 当你去跟自己相遇的时候 当你去跟自己相遇的时候 你看到了你自己 真的是谁的时候 那一瞬间 所有的东西 它就 所有的梦幻世界 因为你自己 你是谁 你的这个自信 就像用笔上老师 说过的那句话 他爱你 比你爱你 多一千倍 或者是说 你就是那个一千倍的爱 如果说你现在 只是这个 这个爱的话 你的那个 你就是那个一千倍的 那个爱 就是说你跟你自己 去相遇 怎么样去呢 能跟自己相遇呢 真的是 看看是什么挡在中间了 只要你把这个 挡在中间的 这个中间像 你真正的我 他就显现了 因为你一直都是 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就说 我说真的 这好像是Sakuru说的吧 他说 if you seek if the intensity of seeking is enough the truth is not far away 因为他一直都在 只是你的那个强度 你的那个强度 一到的时候 自然他就会pop 我就是 真的这么简单 好多时候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有时候 这个老师 哎呀 那么多老师 他就讲 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 就是 讲讲讲 就是这个手指 就是只能 就是这么指 其实就是把这个念拿掉 对 我就是自己也在想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自己想做什么 我就是想 如果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大大 我想如果我能够 真正的掌握了 怎么样把别人 很简单的帮着别人 把这个念拿掉 对 就是让他很快的 就看到了这个 自己的这个本性是什么 就一下子 所有的问题 真的我们 我们会那么多年 花那么多时间 真的是不用疗愈 没有一个人是需要疗愈的 这个我现在就 特别特别的 情绪这句话了 我们心理学 他研究的是 解决问题是疗愈 可是当你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所有的问题 都是一个幻想 你所要做的 就是唤醒 就是唤醒 真的 我觉得 以自己的这种 或许我的 我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 我自己学过很多的东西 我也知道 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一个是说自己能够 撤悟 第二个就是真的能够唤醒 让大家看到 真的根本没有痛苦 醒来吧 我现在就 就是从心里 从内心的深处想 跟大家说 就是 当你醒来的那一瞬间 真的 你真的是不需要 你就成为你自己 你的那个本质具足的东西 就会让你的天赋才华 它会自动的 我现在就是百分之百相信 是吧 我虽然这几天在家里面 也还没有见人 没有出去见人 没有什么 只是一个误导 只是一个误导 我也知道 是误后起修吗 刘峰老师一直说 我们只是一个梦幻状态的 一个终点 但是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生命的 一个起点 它并不是说 开悟了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或者是说 它只是一个起点 就是说 但是 就一下就是 特别的轻松 自己坐在那儿 也开心 很开心的 就透着乐 而且一下子觉得 真的 就对外在的这种需求 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一下子感到 我自己真的 我本来我什么都是 就是说 你了解到 你什么都不是 然后你有了解到 你什么都是 就是一个这样的 对 我不知道 我是说 继续给大家讲 还是说 你们有问题 大家谁有问题 我觉得 是不是这样 更好一点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能够从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 请问 Hello Linda 谢谢你的分享 我也就是之前听过一些 灵修方面的人的做了分享 然后讲的都非常的有 那种哲学的感觉 对我们这种不是形而上的人 听起来有一点 因为难捉摸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想要告诉我们唤醒我们而且你自己那种笑的那种光 我真的很羡慕你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刚才也听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也写了一些我的问题 就比方说您提到说 其实时间是不存在的 那我可能这一点我还没有能够误导 就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上一个我就比方说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隔离了 我以前从来不做 天下外卖 但现在隔离了 我确实就不能叫外卖 我上一秒不做饭 我这一秒我就饿肚子 我就不可能跟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所以其实前面的事情还是存在的 对不对呢 如果要这样子举例的话 我可能就觉得 我没有办法理解 前面不存在 只需要活在当下 然后所有的 所有之后全都来了 然后也不用看出 也不用学习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只需要 不是 也不是这样 那就是尽 给我指导一下 前面的事情 在前面那个时候 它是当下 现在在存在 在你去再讲前面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也是已经不是当下了 你的时间 如果你把 现在如果你把眼睛闭上 对 你做两个深呼吸 然后你把头脑中的念 把它全部去掉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去掉 就把它去掉 你能不能感受到时间只有当下此刻呢 在你呼气的时候 在你呼气的时候 你的那个吸气 它已经变成过去了 在每一个只有这个当下 只有你一呼一吸 这个当下 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或者我们这个呼吸 当你这个呼吸走的时候 你的这个生命也走了 它 你这个呼吸的 它这个本身 它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生命的全部 我们头脑中 造的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 一个幻想 我不知道 第一次开始可以想给大家 试图讲清楚这个 对 就是说 当你 怎么说呢 你的现在清晰了吗 就是说 过去未来 它是存在你的念里头的 只有你的念起 你的念起 你头脑里面有一个图像 就比如说你想起来 你的图 刚才你说 一个外卖的那个图像 当那个外卖的那个图像 呈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它才有一个过去 但是它到现在 它当下 它并不是存在的 刚才 对 我刚刚就是您说 一呼一吸 而且我每次冥想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时间 不存在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生活 还是不能够一直冥想 不能够就是24小时冥想 那其他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时间还是存在的 就比方说 我刚跟你说 如果我之前不做饭 我现在就吃不着 你知道为什么时间是存在的吗 因为你很多的时候 你在中间的时候 你是无意识的 比如说你现在 你心里说着 比如说你起床了 你说我待会要上厕所 就是你的那个意识点 你现在的意识点是这儿 你叫上厕所的意识点 是那个在闭点 然后你呢 不知不觉你就到了弊点 所以就是说 但是说如果你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当下都觉知的时候 其实是你每一个当下 都是在觉知状态的时候 你每一个当下 你都是觉知的 你知道吗 就生命它只有每一个当下 但一旦你进入到 无名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 进入到一个 virtual reality了 进入到一个 内在的一个幻象了 就是说生命的本身命的美好 就是说当你把那个幻象去掉的时候 你自己真真实实的 看着你自己这个空间 就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疫情 很多人说 当然我们修行家人会好很多 修行的家人 大家没有恐惧 但是有一些没有修行的家人 他会就头脑中会造出来 好多这个像 哎呀这个这个这个 可是你说当下此刻 当你坐在家里 你呼吸你给自己 哎跟自己不管做什么 很有觉知的去看这个 你有任何危险吗 你没有对吧 其实就是说 其实说 就是说你真的是感染上病毒了 是吧 你也是 你的这个现状在一起 而不是说你头脑中造了一堆像 又说哎呀 我马上就要死了 我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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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他因为他都不是不存在的 就是说只有我们能够跟当下的这一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是生活在这个实相里面 如果说就是灵为他也是恩为 为什么说我们提升了意识的维度 其实你才真正的能够当下 因为你的头脑 哎呀更简单的说一下吧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问题 在头脑的层面 他不能够 头脑的层面不能够解决头脑的问题 只有你跳出去头脑 如果你没有身体 你没有头脑 你还有现在的这些问题吗 没有思想 而你只是纯粹的意识 当你只是纯粹的意识 就是我们在冥想的时候 我们会进到的一个状态 进到一个纯粹的一个意识状态 好 想一想 想一想 我看看刚才有什么问题 怎么修炼到时间不存在 对 其实时间本身就不存在嘛 这个不用修炼呀 这个太简单了 时间就 为什么说真的是 我们的头脑 让我们把我们 带离了最简单的真相 生命这个最简单的真相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吗 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去创造那些幻想 因为当你不知道你是谁 刚刚刚才在起初的时候 那个 雅商老师还跟我说 说的 你看你能把这些东西都放下 包括把会计师傅所放下 现在又把这些 学的拿这么多时间和金钱 去学的这些LP 包括一些量子 他做东西 我现在都能放下 他说 为什么能够放下 就是说因为你的小我 他的那个identity 他的那个 他需要他需要一个identity 就是这个 就需要一个钩子去挂上 所以你总是在找那个钩子 哎呀 不过是一笔财富啊 一个什么事业呀 一个很好的情感啊 当你找到那个钩子的时候 他会给你的那个小我 他有一种存在感 你明白吗 他会去找一个钩子 去得到那份存在感 其实因为你要去找那个钩子 你要去保留那种 去寻找 保留那一份存在感 所以你创造了时间 因为这时间 它是需要一个追寻的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可是当你真正的认识到 你是谁的时候 当你看到你 真正是谁的时候 你这个幻象世界 它是不需要的 我不知道 这个时间 时间不是说时间不存在 我们还有我们还有clock 而是说 过去和未来的这个概念 它是存在在我们 头脑里面的一个幻象 它不是一个真实 时间只是存在于 当下此刻 是吧 现在是六点五十二分 现在是当下的时间 六点钟已经是一个过去了 五点钟它也是一个幻象 只有当下此刻 我觉得当你能够悟到 我第一次 说是一个小小的开悟 就是我悟到了 时间不存在 这是我第一个悟到的 可能真的是 我就是只能 跟大家讲到一个最能够 这个是谁说 可是人会老啊 这不是念啊 皮肤状态都不一样啊 这也是你的 你的每一个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瞬间的 我们不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肉身 它不会消失 但唯一的和时间同时 当你意识到 时间不存在的时候 因为时间是你头脑 都一个幻象 你的头脑就不存在了 当你认识到 头脑不存在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就是意识 当你知道你是意识的时候 你是不会老的 你是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不够不净 所以你是没有老的一说 我们的老 只是说我们的这一个肉身 我们也知道我们 我们从一个合一的世界 来到这个二元的世界 我们给了这个肉身 让你来体验 但是很多人 就体验的体验的 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就变成头脑的奴隶了 你明白吗 现在就是当你 认识你是谁的时候 你跳出来之后 你的这个三维的像 就没有了 明白吗 对 现在大家 关于时间管理 对 时间管理 就是说 大家也看了这个 沙因菲尔德 这一阵子 崇洋 凯文老师在分享的 这个 可能你们都有在听吧 就是你值得过 更好的生活 现在问的所有这些 时间管理 这个财务计划 这个什么 成功学 励志 所有的这些 它都是属于第一阶段的 其实所谓的第二阶段 它就是一个觉醒和开悟阶段 当你觉醒开悟阶段的时候 它第一个阶段的这些法 它就不重要了 对 万法由心生 当你看到了你的心 你的心 创造了这些 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什么是心在创造 什么是念在创造 当你的那个念在创造的那个世界不存在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 你的心 的创造 可能会比那个更大 更丰盛 更美好 多多 因为你本身就是 明白吗 当你在这个念的世界的时候 你永远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是说你变成这个念的世界的老大 你变成 Donald Trump 你变成一个 一个老大 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是这样的 当然就是说 每个人要体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他要体验的 就是这个三维世界的 就是第一阶段的 在第一个阶段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 我想我们群里的人 可能在那个阶段的人 可能也不是我们群里的人 因为我们群里的人 可能都是在 在走到第二个阶段的路上 或者是在第二个阶段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人 这一个人呢 他们不是 所谓声道说 不是肚儿 不是说我们不能做 是吧 我们也能够做 我们也能够跟好多时候 但是我们 我们认识到 其实有更大的东西 它就是说 It's not about Becoming Or it's not about doing It's about being 它是一个存在 它是关于你是谁 的一个存在 当你认识到你是谁的时候 你的很多天赋的那些东西 就是你的灵感和直觉 你的所有的灵感和直觉 把你所需要的东西 都会源源不断地去带给你 因为它本身 就是当你与道合一的时候 在道里面 它什么都有 对 为什么真的 因为您刚刚也分享过 就是您以前也可能会比较 就是可能以前也挺在乎 就是考证啊 阻止这样子 但很好奇是你是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寻找到自己 因为您刚刚一直说寻找到自己 就是开悟 其实寻找到自己 因为心就听了声音 心的声音要念的声音 那才叫真能觉悟 您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呢 可能就是 就是寻找到这个极度的体验 完整的一个阶段 因为真的就是从我最早的时候开始学习 从10年11年的时候 就是真的就是10年的这么一个修行 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还看很多 比如说像我上了NLP 上了那个安东尼罗宾老师的 安东尼罗宾老师一直就是在行动嘛 就是 It's about action Action Life is about It's al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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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会有的时候会内疚 因为我会看我的那个那个manual 因为他的课我也都上了 包括他的那个命运有约 他的business mastery 所有的 因为我自己当时也在从12年的开始 经营我的快递师事务所 所以当时就是那种 要去加强我的小我 但是现在go back 我不会denyign 就是说他们对我生命的意义 因为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 我是需要去 可能是去壮大我的小我吧 我觉得这个阶段 当然 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 你像六祖他20多岁 是把他文盲 他也一下开悟了 所以你也不能说是这个 可能就是每个人他的点不一样 我只能是说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点 所以我当时就是说 我会内疚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多manual 我都没有implement 我就没有implement 其实implement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action 是吧 你要把他讲的那些东西 你要去做吗 去做吗 现在我就真的就特别明白了 所有的一步一步一步 这几年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意识提升 跟physical world has no relationship at all 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意识提升 就是我的生命的那个点 他在那个阶段 他跟那个意识产生了碰撞 这一路上面的老师对吧 我跟了这个真的东西方的大师 基本上都跟了 但是说跟这些老师其实是什么呢 是其实你内在的那个大师 其实是你内在的大师 把他们创造出来的 就是说你你把他们创造出来 不断的创造出来 直到你内在的大师 to review it to itself 这个时候你就再也不用了 因为你就你就知道你是谁了 而且这些大师就是说 你在你在你是头脑很强大的时候 你碰到的就可能就是一个 头鸟最强大的那个老师 在你灵修可能灵修的比较深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去找那个灵修 他修的很精深的那个老师 就是说你 我我我可能就 如果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说 可能就是exhaustion 人家也说说我们这些头脑强大的人 一旦放下是放得非常彻底的 因为你因为你在每个鸡脚杆栏 你都你都因为你的这个大脑 他就是像一个craving 你知道吗 他是尤其是对intellectual的这些person 对这些很聪明的头脑天生 他就会不断的去search 在这个知识的世界里面 去找到这个三维世界的这个真理 你知道吗 就不断不断的不断不断的 还不断的寻找 对 直到你有一天你会发现 其实你找到所有的 他也不过是宇宙的一小块罢了 真的 而且当你真正的链接到宇宙的智慧之后 像很多现在的开悟老师的时候 他都全部都是一份下载 一份下载的时候 对因为我也我也在最近也在再去重新看一些刘峰老师的东西 我就基本上我就全懂了 因为我的生命我跟他链接上了 包括这个这次墨尔本那个高危智慧 我们在墨尔本跟他的太太我们住了三天 我都我都没懂 但是他讲了很多东西 我就觉得讲的太对了 那个什么说的也很对 我的头脑上面也懂了 但我的身体上我就一下子就懂了 其实我跟大家说没有秘诀 所有的秘诀就是当你的杂念一听 真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discovery 杂念一听 这个 it reviews to you 然后 我真的是觉得 这可以吗 亲爱的 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灵灵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 痛苦是不存在的 不需要疗愈 关于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们这个 NOW这边的这个群 很多人做过 就是做过一些分享 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个群的成员做过一些分享 分享的成员 分享的内容就是 就是他们疗愈的一个过程 就是怎么样通过冥想 我帮他们去疗愈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就是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 就是成长经历也好 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好 就是都会有这个 这个痛苦的点 然后 我自己其实也对这个 抱了很大的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能够疗愈我 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 然后你 然后你刚才又说 对啊 这样的说话不要疼一样 我原来跟 刘文老师 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 疗愈不重要 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历了 一个很长时间的 疗愈清理的过程 但是当你一旦 误到真相的时候 你就会就会觉得 这个疗愈没有必要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幻象 没有什么可疗愈的 你知道吗 你人你之所以的痛苦 你就是因为你头脑中来 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 但是这个梦幻世界 现在 你现在闭上眼睛 做两个深呼吸 把你脑袋里面 所有的念都出去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念 你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头 去感受你的呼吸 去感受你的呼吸 感受生命的当下 此刻 你只有现在 现在 2020年4月3号 7点04分 而且就是说 当你意识到 时间不存在的时候 你只知道 你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中移动 其实是没有时间的 真的是 就是亲爱的 你之所以有的时候 不能够完全的灵在 是因为你的头脑 你又想到了 过去的一个创伤 我几岁的时候 有什么什么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吧 我做生意的时候 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要不就是说 我明年我要给自己 我要创造一个 什么样的业绩 就这些东西 它已经把你占满了 过去不管是过去的回忆的那些负面的东西 或者是不好的 或者是类似的 当时我们给它 其实所有的生命没有好坏 当你真正的理解了 凯文讲的那个 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当你真正的理解那本书之后 生命全部都是体验 真的 当你真正觉悟 就原来 那个三月老子学院的 他说那个话 我当时没懂 但我现在都懂了 当你真正到了四次元 哎呦 你还会想念那个三次元的痛苦 因为你想有都没有了 真的 就是说 它就是 它是一个生命的体验 就是说你那个演员 你的这个剧本写来 你选择了一个这样的父母 你拿着这样的一个肉身 你就是要去体验 这个生命的这个起起落落 这个这个又 这个 当你认识到这些 它只是一个体验 它跟你是谁 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如果说你是那个投影员的话 这些都是你投影出来的项目 现在就是说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知道你是谁 你不是那个五岁的受伤的小孩 你也不是你头脑出来 幻想的一个电影明星 都不是 这些都是是 剧本中的 这个这个什么 你 你也不是说 你现在坐在这里面 在听我 听我讲的这个肉身 真正的你 是你的那个 当你在冥想的时候 进入到最高层的时候 当你真正的跟自己 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会看到 当这些所有的念 所有的这些幻想 都剥落的时候 你那个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不生不灭 本质具足 能生万法 当然我们现在 我觉得现在没有 不要去先想万法 我就先想到空性 真的 当你真的是 taste have a taste 那个空性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决心 或者是你的神性的时候 你就再也没有必要 给自己创造幻想了 当你没有给必要 给自己创造幻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痛苦了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幻想 当下我们现在坐在这 有吃有喝 你看多好呀 那哪有痛苦啊 就没有痛苦啊 亲爱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就是说 在头脑的世界 我为什么说 我说我之所以 花了这么多时间的 才觉悟 是因为我真的是 我从11年开始 就开始跟了 Dimartini老师 Dimartini老师 他是二元世界里 他讲的是二元世界 他是最好的那个工具 他帮我治愈了我的抑郁症 帮我帮我生命 包括我的第一次 我的那个甲我掉下去 都是在Dimartini老师的 一个课堂 所以我就很珍惜的 这个beautiful boat 这么一个漂亮的船 我就不舍得放下 我觉得哎呀 这个船帮我渡这个 是吧 我可以帮助好多人渡河 过河呀 我就抱着他 但我就发现 哎呀 他还是这个 第一个阶段的一个 一个美丽的船 当我把他趴到 一放下的时候 就是说你 所谓的就是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疗愈 你要疗愈的 是你创造出来的 那个幻想 明白吗 亲爱的 当下此刻的你 没有什么可以疗愈的 这个就用 那个老师的讲 当下没有问题 当下没有问题 存在于当下 对 因为今天时间的原言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 Dimartini 他今天 真的 就看着他发现那种笑容 真的这种称之为发喜 对是 人说世间所有的这种快乐 都赶不上这种发喜 你看这种满满的这个喜悦 洋溢在脸上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冥想 给大家休息的时间 那今天有没有针对着 Linda今天的分享 有想要分享一些的 我们提问的环节 今天就到此了 好不好 然后看大家也讲 有没有想要分享一点的 你可以针对她的分享一些 给你内在的一些启发 或者感悟 我直接来吧 又看世间 真的是 今天非常谢谢 Linda姐姐的这个分享 那Linda姐姐很棒 在前几天联系大哥 联系我 然后第一时间 跟我们分享他的体验 那当时跟我分享这个体验的时候 其实我就挺震撼的 因为刚才大哥介绍 你看Linda姐姐的背景 包括他有很多的title 有很多的证书 包括他用NLP 在帮助很多人 还有心理学的好多套工具 催眠 那样子他说 他本身自己是导师 同时又在服务很多人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 他怎么样能够这么快的时间内 把这一套一套的工具 或者说法门全部都放下了 其实他刚才真的是 一开始真的是非常努力的 想要用语言来描述 他的那个经历 那个过程 是怎么样 他体验到 哇 原来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刚才讲 真正的我 看到真正的我 就是这个本质具足的生命 我们经常在讲 在冥想里面讲 我是生命 我是本质 真正的我 原来就是这个生命的那一刻 生命是不需要 外在的所有这些法门的 所以他那一刻 就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放下 同时感受到 再也没有匮乏感 也没有所谓的恐惧担忧 其实Linda姐姐 我特别理解 因为在两年前认识以后 然后我们有好多次的交流 那么把会计 就是那个会计事务所放下 花了三年时间 确实不容易 放下这一切 全民力要放下 想想看 如果我们拥有一切 全民力哦 而且是让你在社会上能够 不只是生存而已 是能够有个地位的 那么要放下 确实不容易 但是后来 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的过程中 一路一路边学习 又开始边武装 又武装了很多的东西 可是到了今天 他又把一路这些武装起来 给他有些保障的 心里面有些安全感的东西 他又全盘的放下了 那这个才是真正正正的 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 他怎么样放下这些执着 放下这些全民力 放下这些东西 本来看似可以给他带来安全感 让他无后顾之忧的 可是他今天 那他竟然可以放下了 原因就只有一个 就是他品尝到原来真正的我 不是这具肉身 虽然这具肉身 他会有出生 会有违系 会老去 总有一天 这具肉身会脱下 会不见 但是真正的我 是我内在那个永恒的 不死不灭的 永远存在的 那个真正的生命 那一刻 品尝到那一刻的时候 就无所 就是无所不在 一切都很好 所以今天这个分享 我觉得这段的分享 是特别有价值的 对于我本人来讲 我觉得我听得很震撼 包括最近通过这个疫情也好 其实我也体验到 社会上有一些人开始来找我 问我你要不要当什么 很多大的抬头要给我 很快就在可能很同频 大概时间内 我一看不对 这个东西全部都是 跟全命令有关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要选择能够放下 他必须像领导姐 可能是常年也是在内观 静心 冥想 这一路过程中 确实也是不容易 所以今天的这个 就撇见真相 特别特别重要 至于家人们后来提了 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的话 很简单 只要时刻回到内在 这个本质去 或者说我们能够通过 冥想进行 刚才有提到时间 以前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也有困惑 然后也觉得 什么是真实的 包括时间 你看我们当下这一刻 它是真实的 你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回去 一个小时前 你没有办法回去 没有办法去到一个小时后 我们只用现在这一刻 就这个是真实的 其他那个都已经变成信息了 那我们大脑 它就是需要有一个 前后 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才能来理解 因为大脑它是 它是处理信息的 过去的信息 所以它必须用时间 一个幻象 时间也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 用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而已 实际上所有的一切 都在此时此刻当地 它在发生 你说所谓关于疗愈的真相是什么 疗愈的真相 那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你说要不要疗愈 或者痛苦烦恼不和谐 那我很建议 昨天大哥 就是大哥在我们群里 最近在讲这个 你就分享 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的这一本书 那昨天分享到第四章 其实已经把时间幻象 或者说人生游戏的幻象 包括我到底是谁 我在这边干什么 我为什么来 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 答案全部都在这本书里面 而且昨天欢迎家人们 有时间可以听下 这个大哥的这一节的分享 我插一句 就是说在第一阶段疗愈是需要的 我并没有说 当你在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你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哪一天悟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不需要 对 所以就是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其实在去 今年年初 好 谢谢大家